NTT 我刚刚看了这个东西 我认为我们这个场域 就是我们高雄市的Channel 4 我们提供所有的年轻人 不管不只是年轻人 学生也好 或者你在社会上的时候 或者你从事艺术创建 你越前卫越有批拍性 这样一个展览 能够在这场展览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市民 有机会接近最有创意的场面 第二个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所有有创作欲望的 不管学生也好 市民也好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创意平台 来互相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们也可以有很U-B-U 乐观的期待 因为刚刚看那个展览 他妈讲我看都看不懂 包括艺术家都看不懂 我说这就对了 如果要这个最前面上 如果大家都看懂吧 其实我们肯定要移到别人的地方去 移到别人 我们这个地方 就算让大家好奇 来探索来施法 然后同时最好还是看不懂 你要看好几遍 你就才聊 这个总体是原来是这样的含义 我觉得这是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呢 非常感谢我们市政府 这个年考会 也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有创意的 这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的主委 才能够引进这样的东西 那么市长 我们市长市场是非常重视这个地方 那么重视这个地方 不是说要用让它商业化 而是说让年轻人 有一个场所 可以透过一些媒介化 大家可以来这边 做朋友 那么可以互相交换 这个年轻人 我对你的那个年轻人 都会有空 觉得 而